压迫中国人民的不是外来的势力 现在在压迫中国人民 让他们不能民主自由的 是中共的政权 中共7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年党庆 说要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完全统一 民进党团1日开记者会表示 中共是将政权内部的问题外部化 从军机绕台疫苗受阻等事 就可知道中共是说一套做一套 民进党团表示要共创台海两岸和平 希望习近平了解台湾人民的立场 而对于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连战等人 对中共发出贺电 民进党团认为这时候发贺电 不仅是对台湾式五路 更是践踏香港人民 很多香港朋友在告诉我们一个事情 现在还会相信中共的 要么是笨 要么就是坏 另外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是发文表示 再过一百年也不能忘记 历史是人民写的 而我们都要向历史与人民负责 而7月1日也是香港国安法通过一周年 民进党团也认为 港版国安法可以看到香港自由民主价值完全消失 时代力量也开记者会 针对中共百年党庆表达立场 认为中共建党百年历史就是侵害人权事 中共对香港的打压 也让世界看到一国两制根本就是谎言 时代力量立委邱显志表示 台湾政府应该要妥善协助 大量遭迫害要寻求政治庇护的港人来台 扩大成香港的力道 也要引引违戒 才能保护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与自由 现在也一定是从王立峰台湾特博岛 有复盘市长